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2日烏軍破壞了租俄軍佔領的梅利·托波爾附近的一座重要橋樑 預計將影響俄軍補給線 13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宣稱 如果幾乎表現出政治意願 戰爭明天就能結束 科索玉和塞爾維亞衝突加劇 兩地半年一次的衝突頻率被俄媒稱為科索玉在玩火 兩地衝突也成為歐洲下一場戰爭的隱憂 據網傳影片顯示 位於莫洛奇納河上的橋樑 兩個支架在攻擊中受損 橋樑部分因爆炸而倒塌 無法再用於軍事交通 兩日前 烏軍用海曼斯火箭攻擊該市道架中心的俄軍軍營 造成重大破壞 據《衛報》報道 烏克蘭在梅利·托波爾被俄軍逐漸施加壓力的戰術 類似於奪回克爾松前的戰術 同時針對俄軍和補給線攻擊 梅利·托波爾自3月起遭俄軍佔領 梅利·托波爾也被視為烏軍奪回克爾松後的下一個重要目標 烏克蘭總統顧問阿里斯·托維奇曾說 如果俄軍失手梅利·托波爾通往克爾松的整條防線就會崩潰 烏軍將直通克利米亞 13日 佩斯科夫在媒體採訪中聲稱 烏克蘭必須接受所謂的新現實 承認俄軍已經佔領的領土範圍 才願意展開談判會議討論戰爭如何結束 而在12日,澤連司機強調說,侵略者必須離開 莫斯科將回答他們真正想要什麼 是與世界進一步對抗,還是最終停止侵略? 雙方的回應存在巨大的分歧 在雙方談論與談判相關的話題之際 俄軍在24小時內對烏克蘭展開了32場空襲 另一方面,在戰場前線推進不力的情況下 普京取消了年終記者招待會 這是最近10年以來的第一次 對此美聯社認為 一年一度的新聞發布會 通常會為記者提供4.5小時的時間 向普京提問廣泛的國內和外交政策問題 但今年的局面很特殊 普京可能需要迴避一些令人不快的提問 另外,本州科索与北部區域傳出巨大衝突信號 一名塞爾維亞前警官被科索与逮捕 引發了大規模的民眾示威 導致科索与塞爾維亞的形勢變得高度緊張 引發國際社會對歐洲第二場戰爭危機的擔憂 塞爾維亞總統沒有契期承認 該國的局面處境正在變得複雜 呼籲國民不要受到來自科索与的挑釁 保持冷靜與和平 不要對歐盟駐科索与歐盟法治特派團 和北約維和部隊採取挑釁行為 引發危機升級 但塞爾維亞總理布爾納比奇則稱 由於科索与的行動和歐盟的不作為 塞爾維亞處於與科索与開戰的邊緣 地緣問題專家艾米黎警告說 科索与北部地區每半年都會發生一些摩擦 但這次的升級十分嚴重 只是在玩火 科索与在2008年宣布獨立 並尋求加入歐盟 但目前仍未獲得歐盟全部成員國的同意 自俄烏戰爭以來 塞爾維亞拒絕加入對俄制裁的行列 有俄國分析人士認為 科索与局勢正在構成對塞爾維亞施壓的局面 荷蘭和日本加入對華禁令 中共的晶片恐怕難以翻身 法國媒體稱 北京寄望於群體免疫 會有超過百萬人死亡嗎? 針對中國人 阿富汗一間酒店遭襲擊 伊朗反面 中共外交部急忙撲火 中共否認中印邊境衝突 指局勢平穩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就在台積電進駐美國之際 中共的晶片生產 更再次面臨沉重打擊 這次打擊來自被美國成功遊說的荷蘭和日本 據知情人士對彭博社透露 日本和荷蘭原則上同意加入美國加強對中國出口 先進晶片製造機械的限制 專家表示 美日和三國聯手收緊出口 相當於對中共購買製造尖端晶片 所需設備能力的近乎全面封鎖 彭博社12日報導 荷蘭和日本兩國可能會在未來幾個禮拜內宣布 他們將至少採取美國10月推出的 全面限制對華晶片技術和設備出口措施的一部分 以限制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的銷售 該措施將涉及荷蘭晶片製造公司 和日本東京電子公司 這個變化對中共可惟有點突如其來 因為僅僅在幾天前 陸媒還製造輿論 宣傳荷蘭抵制美國限制光刻機對華出口的要求 說荷蘭要捍衛自己的利益 並揚揚自得地設問 荷蘭光刻機巨頭為什麼有抵氣向華盛頓說筆呢? 沒想到惡號卻突然而知 而且打擊還不僅來自荷蘭一方 日本也加入了行列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星期一表示 美國已經和包括日本和荷蘭在內的合作夥伴進行對話 但對和日本和荷蘭可能達成的協議時 沙利文三監其口 說不會提前宣布任何消息 但他們之間正在進行坦誠實質和激烈的討論 他說這些國家和美國有共同擔憂 並希望在推進過程中看到廣泛一致性 我們正在為此努力 中方對此明顯亂了陣腳 中共方面表示 要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眾財 因為美方的限制 威脅到全球產業供應鏈的穩定 彭博社報導 日本和荷蘭原則上已經同意加入美國的行列 限制對中國出口 製造先進晶片所需的各種高科技控制機台 消息人士透露 兩國最快可能在幾個星期內宣布 並且至少跟進美國 10月提出的制裁行動的部分措施 日本和荷蘭兩國加入之後 制裁陣容納入日本的東京威力科創 和荷蘭的光刻機 具專業製造商 才是發揮作用的關鍵 因為這5家公司 即為全球半導體產業前5大設備製造商 市場佔有率更超過7成以上 白欣斯坦 Sandford C. Bernstein 的分析師 拉斯根 Stacey Raskon 表示 中共不可能憑一己之力 建立一個高科技產業 報導稱 美國、日本、荷蘭 聯手收緊對中共的晶片商關出口 中共在晶片上 是無機會打造晶片領先產業 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發出警告 中國業門軟件TikTok 觸及了美國人的紅線 目前有9個州已經宣布禁止 在政府的裝置或者電腦上使用TikTok 據路透社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 上個月發出警告 北京政府可能利用TikTok 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用戶 收集資料的方式 或推薦演算法 施展它的影響力 13日 阿拉巴馬州州長艾維 就在聲明稿中說 TikTok不斷搜集大量資料 其中大部分都跟APP的影音分享目的 沒有正當關聯 利用國家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使用TikTok 將弱點暴露在中共滲透下 我們不能夠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 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 FCC 共和黨籍委員卡爾 13日亦發推文稱 至少已經有9個州 基於其構成的嚴重安全威脅 對TikTok採取行動 12月7日 印第安納州已經控告TikTok 欺騙使用者 未告知美國人 中共可以取得他們的個人資料 同時還向未成年人推送成人內容 成為美國首個 將TikTok告上法庭的州 同一日 德州 內布拉斯加州 南達科他州 南卡羅來納州 馬里蘭州 及俄克拉荷馬州 也加入行列 禁止在政府裝置下載TikTok 繼德州之後 阿拉巴馬州和猶他州 也以國家安全為由 宣布禁止政府機構使用TikTok 除了州政府 美國軍方 各土安全部運輸安全管理局人員 也禁止用公務裝置下載TikTok 而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更建議美國全面禁用TikTok 接下來 將有更多州 會即將出台類似的措施 在阿肯釋州 有州參議員已經提出立法 田納西州州長 也正在提出類似的法案 維珍尼亞州的州參議員 已經推出提案 要求禁止政府 在設備上禁用TikTok 有分析認為 拜登政府若在全國層面 圍堵TikTok 將獲得廣泛民意支持 我們來看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講到伊朗和中共的關係 中共亦陷入麻煩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出訪沙地亞 阿拉伯和參加中東國家的峰會 聯合聲明卻惹阻禍 伊朗方面 藉著他們發表的聯合聲明 涉及倒序主權爭議 乘機發洩不滿 並召見中共大使 央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鑑於中共一向表面中立 實質支持伊朗的態度 估計也不想和伊朗這個小兄弟 演變成窩女鬥 因此也表現得相當緊張 12日派出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趕快撲火 汪文斌在禮行記者會上打完場表示 海合會國家和伊朗 都是中共的朋友 中方發展和雙方關係都不針對第三方 汪文斌還提到 作為中共和伊朗關係傳統友好的側面回應 中共副總理胡春華當日出訪伊朗 會對加深中伊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產生積極作用 但這件事還未平昇 中印邊境又傳出爆發衝突 印度軍方12月12日表示 印度軍隊和中共軍隊 在印度阿魯納赫爾邦 阿魯納赫爾邦 的達王縣 台灣的邊境地區發生衝突 雙方都有士兵受輕傷 印度軍方消息人士稱 三百多名中共士兵試圖進入1萬7千英呎的山頂 但無料到印度軍方也做了很好的準備 因此被挫敗 印度官員還說 中方的受傷人數比印度方面高得多 印度國會要求政府對中方挑釁採取嚴厲行動 相較於印度國防部為此召開緊急會議 中共確否認邊界衝突事件 同樣是汪文斌在禮行記者會上聲稱 中印目前邊境局勢總體平穩 並要媒體詢問有關的主管部門 汪文斌說 雙方一直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 就涉及邊境問題保持暢通的溝通 又說希望印中兩方雙向而行 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 遵守雙方簽署的有關協議協定精神 正如白宮印太協調員坎貝爾 Kurt Campbell日前所說的 中共近年內戰狼外交已經識得其反 為緩解國內外的巨大問題 北京不得不在國際上 尋求暫時的緩衝和平穩 隨著中共當局對防疫政策態度大轉彎 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 近日海外媒體指出 北京當局似乎要讓病毒傳播壓保在群體免疫上 這個可能與習近平或已經被香港特首李家超傳染確診有關 同時目前在中文網絡上 關於什麼時候才是放開的合適時機的討論 也正在逐漸展開 觀察人士認為 中共政府已經錯過了好的開放時機 如果再繼續等待 這將是一場豪賭 中共的賭注就是十幾億中國人 綜合媒體報導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3日引述法國《世界報》專門指出 北京政府如此迅速重新開放的原因 觀察家猜測 中國在採取清零政策下 北京和廣州的染疫人數仍然激增 經濟形勢的惡化 以及老百姓已經受救清零政策有關 甚至不排除習近平在11月 在泰國曼谷參加APEC期間 多次未戴口罩與香港特首李家超交談 習近平極有可能因此被李家超傳染 法國《世界報》北京通訊員勒梅特 在《本週一》刊文表示 儘管解封後多地局勢混亂 但是中共當局仍然堅持既有的方向 12月11日晚 北京當局甚至又宣布了一項新措施 取消行程碼 同樣 各城市今後也不再顯示各區的感染人數 這樣也就不再有風險區的劃定了 這樣促使北京政府如此迅速地重新放開的原因是什麼呢? 勒梅特表示觀察家們對此眾說紛紜 其中北京和廣州的病例數 在採取新冠清零政策的情況下激增 經濟形勢的惡化 人們明顯已經受救了清零政策 這些模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外 一些觀察家還認為 不排除11月中旬 前往巴黎島參加G20峰會的習近平看到 世界其他地方都在與新冠共存 甚至 或者習近平已經被香港特首李家超感染了 習近平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曼谷舉行的 亞太京俠組織峰會期間多次會面李家超 而李家超在返回香港後就宣布確診了 該報導還指出 現在不管如何 中共政府似乎決心讓病毒傳播 並寄希望於群體免疫 不過據總部位於倫敦 跟蹤香港秋季放開後情況的機構Airfinity稱 中國可能會有130萬至210萬人死亡 華盛頓大學公共衛生專家 李莫克達德對彭博社說 一個月內我們會看到中國出現大量的感染病例 兩週後就會出現死亡病例 與此同時 在中文網絡上關於什麼時候才是放開的合適時機的討論 也再逐漸展開 微信公眾號城市數據團發文稱 我們本應該在今年3月更早放開 作者認為 在今年3月時放開 進入群體感染 各種條件都要好於目前情況 疫情造成的第一次衝擊 也將比現在更平緩 這樣是否應該繼續等待一個更好的開放時機呢? 城市數據團指出 根據數據分析 從今年3月初到11月底的這段時間 中國共有10億人次曾經經歷過封控 人們平均被封控了27天 因此繼續等待猶豫一場豪島 賭注是10億人的27天 在今年3月中 有10億人的1億人的1億人 有10億人的1億人的1億人 有10億人的1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